枸杞被门称为长寿果,但是它对健康究竟有哪些好处,你了解吗? 第一,坚持吃枸杞的,肿瘤也会远离你,枸杞最要营养价值的部分,是枸杞多糖,枸杞多糖具有提高体免疫力的作用,我们都知道,只有免疫力提高了,才能及时识别已经发生突变的细胞,从而预防恶性肿瘤的发生。 第二,坚持吃枸杞的,肝病会远离你,不要小看枸杞多糖,它不仅能够提高免疫力,还能抑制脂肪在肝脏内沉积,从而预防脂肪肝的发生,另外,枸杞还能修复肝损伤,对于肝病的群,它确实是不错的选择。 第三,坚持吃枸杞的,衰老会远离你,枸杞中除了富含枸杞多糖外,还富含微量元素C,胡萝卜素和维生素,这些物质能够抗氧化,清除养自由基,抗衰老。 第四,坚持吃枸杞的,眼睛会更好,枸杞中富含多种维生素,它具有明目的作用,所以我们又将枸杞称为明年子。 枸杞可以说是养生中的佳品,我们爱吃枸杞,是因为它物美价廉,而且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非常丰富,但是,是不是都适合吃枸杞呢? 一,感冒发烧,身体有炎症的时候,枸杞一定不能吃,枸杞性肝,温和,也就是说它具有温热身体的作用,我们都知道风热感冒,身体有炎症的时候,身体本来就已经上火,再吃枸杞,会让上火的症状更加明显。 二,皮须腹泻的群,最好不要吃枸杞。 枸杞虽然营养价值丰富,却也并非是多多益善,身体的消化和吸收是有一定极限的,过多进食枸杞,会增加消化和吸收的负担,到时候不仅不会强身健体,反而容易让身体上火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